北京时间10月17日,常规赛的节目战正式开启。 作为委冕冠军在今日,将会应驾西部计后在球队雷霆。 根据雷霆队内的最新消息,大家求情为斯布鲁克,不会选择出席本次比赛。 未免冠军球队在今日也会派上四位巨星,根据安排可能会加紧球员之间的轮休。 因为球员受伤程度,被影响以及替补实力较弱,今年勇士需要面临很大的挑战。 在比赛之前,勇士球队的当家球星却带来了一条不是很好的消息,直接影响了明年休赛季时期的安排和莱汤普森的合同在明年将会正式到期。 到期的合同并非就是本人,相反,杜兰特、格林等合同,都是先后顺序。 所以许约他们对于球队来讲,会是一次考验。 作为球星之一的格林就说过,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整体阵容,能够打败我们的只有时间。 因此对于勇士而言,就会需要付出更多的问题。 克莱汤普森在近日选择了拒绝提前许约,提前许约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效果。 对于他们而言,希望能够拿到一份价值较高的合同勇士老板乔在今年谈及这个问题却非常有信心,认为杜兰特和克莱都会继续留队。 克莱在最新的报道中表示,自己许约的价格,不会低于市场的最低价。 在最新的规定中,七年以上的球员在顶心上面,已经提高到3180万钱后,按照五年合同算起,汤普森可以和球队先约五年1.9亿以上的合同。 杜兰特在新,赛季的合同将达到3820万。 杜兰特可以拿到一份价值五年2.23亿的大合同,从两人许约张就已经占据了极大部分不仅如此。 唐普森还表示,有很多球员进入自由市场可以找到我这样的处境。 同样自由市场内对唐普森的需求很大,多只球队也愿意为唐普森提供价值相同的合同。 新赛季包括伊哥达拉、利文斯顿、库立的合同等。 球队的薪资空间将超过奢侈率起征限1.3亿。 球队仍需要背负更多的雷阵合同,甚至会超过今年雷挺的薪资。 对于勇士来讲,这不是一份华躁的交易,因此只能希望得到球星的较薪,不然续约将会面临很大的问题。